大家好 今天5月3日 是5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市承接上周五的跌势 是进一步向下走的 由于上周五指数收市的时间 已经跌穿了50天、10天及20天市 形态是属于反复肉市低位的格局 再看看今天的指数 早市先低开65点到28,659 之后曾经轻轻后抽到28,684 但没办法再进一步推进 因为买盘始终疏落 加上零碎碎的公压浸泡涌现 结果指数一轮下压 最低落到28,256点 即是这分钟跌了468点 直到现在这分钟大概下午3点半 整个市暂时走在28,256点 上方多一点 是属于市底的形态 先从移动线方面来看 第一 由于指数已经相计跌穿50、10、20 甚至是100天平均移动线 只看移动线方面 还有一组在下面的 是250天线 不过250天线现在位居于26,320 左右的水平 距离现在太远了 所以我暂时来说不需要太担心 但技术上 由于指数已经跌穿了4月12日的低位 28,274 简单说 技术上、形态上 目前再向下望的另一个防守性的据点 已经退守到3月25日的低位 27,505点 形态当然不知是大远 但今天仍然是5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说真的 如果市在5月上旬的时间 先行见见低位 情况又不是太坏 因为先低 先低自然有条件慢慢断定和后高 起码技术上是有这样的憧憬 除非是月头扔到月底 这就很难说了 看指数 刚才我提到 31,183 这是2月18的高位 跌到3月25日的低位 27,505点 整个浪跌了3678点 然后反弹上去 4月29日的高位27,405点 然后这一刻跌下来 技术上由于已经跌穿了所有的平均移动线 除了一条250天线之外 即是说 形态上 技术上 市是属于反复肉市底的格局 一直以来整个4月份 都是在50天和10天 100天线之间走来走去 所以整个月很多人都说 你讲来讲的10天和20天线 市根本上穿梭在10天和20天线 为何不是这样说 反过来 曾经上周四出现一个突破 但成交今晚不配合 市没有动力 说了 是月份波幅的形态 不要相信 市不是升浪的开始 已经说了 之后星期五跌 今日跌 两支阴烛之下 市不单跌穿了徘徊区域的支持 技术上来说 现在下一个防守证据点就是这里 27,505点 情况是差还是不差呢 以月初来说 能够先行找低位 情况真的不是那么差 刚才我提到 除非你是月头 扔到月底 那就很难说了 有一个情况大家都要了解 早前的市 甚至一直慢慢向上行 技术上因为疫苗出来了 大家憧憬疫情受控之余 实体经济 包括旅游、航空业、营商环境 会慢慢慢慢逐步改善 这是市场当初的看法 但后期由于疫苗出来了 市亦升了很多 需要调整 这亦很正常 不过近两个星期 情况有点差别 因为印度那边的疫情是紧张了 令到一部分 已经憧憬想部署的资金 暂时来说是停一停手 所以形成了大市上冲的时间 没有动力 但他们又不愿沽 比较跌的时间 又不出现很大的沽压 现在就希望印度的疫情 在多个支援之下 能够慢慢慢慢受控 因为相关的问题 一日未完全减退 整个大市仍然会受到影响 大家好 今天是5月3号星期一 是5月份第一个假日天 由于上个星期五 恒生指数在收集的时候 是跌圈了10天 20跟50天线 那等于说股市已经出现 一个反复而不明 到今天来说 股市也在进一步受压的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恒生指数先低开65点 到28659点 曾经一度轻轻的反弹 到28684点 可是没有用 因为估压还是比较明显 而且一直一直的往下 不断的出现 结果指数直到下午 大概3点10分左右水平 曾经一度是低见28256点 这个是今天的低位 等于说在这一分钟指数是 相对上个星期五来说 已经跌了468点 先从那个基础上来看 由于恒生指数 已经是跌圈 50、10、20跟100天线 那等于说移动线方面 性下的只有250天线 大概在26320点 由于这个250天线是比较低 暂时来说我还是不太担心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去看 由于指数是跌圈了 4月12号的低位28274点 那秦凤就比较令人担心 因为再往下看 另外一个基础上的据点就是 就是3月25号的低位 27505点 这个大家要留意 因为整个所谓的中期的调整 起步点是2月18号的31183点 一直回调到3月25号的低位 2月27505点才见到一个指责 往后就反弹到10月29号的高位 2月29405点 好了 从那个2月29405点开始的回调 要是不跌圈2月27505点的话 问题当然不大 可是要是说指数跌圈 这个27505点就代表 整个所谓的中期的调整 不但还在进行 而且也出现一浪低一浪 那个时候就比较令人担心了 好了 5月份传统来说都是穷的 6月是绝的 到7月才翻升 因为在以前来说 股市在1月2月份开始炒卖 那个末期的业绩的公布 到3月份4月份 通常来说是比较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 股份宣布业绩也会派送那个利息 好了 到5月份是没有什么刺激了 结果股市就会出现回调 6月份根本就是没得炒的了 好 可能到7月份 开始要冲击那个中期业绩的来临 那个时候财务有一个翻升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五重好像是已经出现了 可是大家要记住 整个所谓的中期调整 是在2月18号已经开始的了 等于说最令人担心的那一分钟 在2月8号已经出现了 其实来说从那个3183点回调 到3月25号的低位27505点 股市已经回调了3678点 说真的要是等不住的 在那一分钟已经谷出去了 要是能够等到2万 期间505点也不谷出去的话 那现在这一分钟在2万8千多 我觉得还是会抓住不放的 所以变成来说虽然说指数还是反复不明 可是我觉得整体的抛售的压力 并不是很明显的确是这样子 股市当然是下调了400多点 可是成交还是比较低迷 从好的方面来看 总是觉得那个雇药并不是很大 这个是没有错的 因为田信 阿里巴巴 美团点兵 京东跟其他的新经济的股份 当然还是有一点反复而带远 可是整体来说下调的幅度并不是很多 尤其是美团点评跟阿里巴巴 都稳守在早前的配股价之上的 故事反复不明 暂时来说我觉得还是会有 维持多几天的了 不过5月份要是先低的话 可能还是不错 因为先低的话我就有一个想法 可能会出现一个后高 就像4月份一样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说了解例